前段时间,江西南昌一对新人举行婚礼,婚礼结束后,新娘给环卫大叔双手递上了一个红包,新娘说他们结婚燃放了近百米的包竹,原本打算送完亲友之后自己打扫,但是送完亲友发现环卫大叔已经打扫的差不多了,新娘就包了一个红包,表示歉意和感谢。 新郎杨先生说,自己其实和妻子领证都13年了,当时没钱办就习,现在生活好了,买房买车之后给妻子补办了这场婚礼,给清洁工大叔的红包就是一个心意。 网友们纷纷点赞,说这是最美新娘用双手递红包,一个细节可以看出她的素质和教养,红包不在乎多少,心意到了9号,因为给的可不仅仅是红包,而是对工作的尊重。 新郎自己也留言说,红包确实不大,160块也没啥意义,包的时候开始是60,想着有点少了,又加了100,其实呀,不管这红包里面有多少钱,我们都感受到了善意和尊重,也希望这领证13年,刚刚办婚宴的夫妻俩,日子越过越好。